各位新聞界的朋友五安 首先歡迎各位參加今天的記者會 一起出席的有副署長行動王志龍先生 和副署長管理周居良先生 我會就2015年香港治安情況 和2014年作出一些比較 也借此機會介紹我們新一輪的 策略方針、策略行動計劃 和2016年的警務署署長首要行動項目 之後我歡迎各位隨便發問 首先我講講整體治安情況 2015年香港的治安情況繼續保持平穩 整體的罪案數字下降至66,439宗 與2014年的67,740宗相比 減少了1,301宗 跌幅為1.9% 整體罪案數字是自1979年以來是新低 而以每10萬人口的罪案率是910宗 這個數字也是過去43年來最低 破案率是44.8% 上升了1.4% 暴力罪案是10889宗 減少了184宗 跌幅為1.7% 數字是1971年以後的新低 破案率是60.8% 主要的上升罪案是有店舖盜洩 上升727宗 多了8.1% 詐騙多了492宗 上升5.6% 勒索多了481宗 上升54.4% 山脈會相關的罪案 亦都多了169宗 上升10.3% 嚴重毒品案多了36宗 多了1.9% 以及強姦多了14宗 是25% 其他多項罪案的類別 都是錄得跌幅的 包括雜項盜洩 下跌1766宗 下跌了11% 商人和嚴重嘔打 下跌269宗 下跌4.8% 家庭暴力刑事案件 少了205宗 下跌12.3% 刑事恐嚇 下跌了126宗 少了6.8% 爆竊 少了121宗 下跌4.5% 行劫 下跌86宗 下跌27.8% 縱火 下跌55宗 少了14% 非禮 下跌47宗 少了4.2% 以及兇殺案 下跌5宗 下跌18.5% 先講講店鋪盜洩 店鋪盜洩 共錄得9722宗 升幅8.1% 受害的商鋪主要是超級市場 銷售保健美容產品的連鎖店 和便利店 被捕的有6,875人 較去年同期增加了232人 主要的都是本地居民 佔八成 共5,506人 暫時都未發現有一個集團式犯案的現象 警方透過舉辦定期會議和講座 進行保刊探查 和建立電郵電話熱線等等的溝通渠道 向零售業界提供最新的法案趨勢 和防盜建議 鼓勵他們加裝防盜設施 並且提升從業員的警覺性 從而減少這類案件 詐騙案有9,353宗 升幅5.6% 升幅主要是來自電話騙案 是上升660宗 是至到2,880宗 和社交媒體判案 是加了183宗 是到了1,422宗 電話騙案錄得2,880宗 是上升了29.7% 可能大家都猜到了 升幅是全數來自假務內地官員的騙案 而以前很流行的手法 包括猜猜我是誰 是下跌了663宗 是下跌66.2% 而虛構綁架 亦都下跌了77宗 下跌6.4% 整體的電話騙案的失敗率 是維持在七成 損失金額是3.1795萬 升幅達到六倍 假務內地官員的騙案 引起社會廣泛的關注 有關的騙案 由2014年的23宗 急升至去年的1,423宗 損失金額是2.9198萬 雖然經過我們做大量宣傳的防罪的訊息 亦都加強了執法和內地的聯繫 加強打擊這些電話騙案的集團 案件的數字是由去年的7月 最高峰的838宗 是回落至到12月的105宗 整體的趨勢是略見緩和 但情況依然令人關注 就每宗所接獲的舉報 我們警方都會分析受害人的背景 和了解他事前是否得息有關的騙案手法 以便檢討我們宣傳的策略 我們發現部分的受害人 由於事前未聽聞過這個騙案 所以不如有詐 但亦有不少的市民 被騙前已經看過我們的防罪訊息 但愛於案發的時候太擔心 而仍然受騙 而過去幾個月 我們亦都發覺受害人 多為內地的新移民 或是來港讀書的大學生 警方已經針對性地在邊境管制站 連接邊境市區的交通工具 入境處、辦事處、大學等等的地方 作這個防罪的呼籲 並且發放普通話版的宣傳聲帶 以及印有簡體字的刊文 警方正是關注過去兩個月 本港的假武內地官員的騙案 有輕微回聲的跡象 所以我們會繼續密切留意 鄰近地區的電話騙案的走勢 亦都會廣泛發佈最新的手法 及因應不同的社群 受到騙的情況而作出宣傳 以提升市民和其他在港人士的防罪意識 以及警覺性 同時亦都會加強執法 尤其是與內地和海外的執法機構 的情報交流和協作 適時採取聯合行動 打擊這些跨境犯罪 社交媒體騙案 這個是泛指我們現今社會 在不同的社交平台所進行的行騙手法 2015年共錄得1422宗 上升了183宗 升幅是14.8% 損失的金額由7060萬 下跌到6010萬 跌幅是14.9% 約一半的社交媒體騙案 都是涉及一種即時的通訊軟件 但去年經過我們警方 與有關的應用程式公司商討之後 作出建議改善 這一類的騙案 已經有明顯的下跌趨勢 無論是電話騙案 還是社交媒體騙案 騙徒的詐騙手法都是層出不窮 但萬變不離其中都是衝著金錢而來的 所以市民如果在電話 或者國家社交媒體裏面 被人以種種的理由 索取金錢 銀行戶口密碼個人資料 或者是代購一些充值卡 點子卡的時候 都必須保持驚剔 不要輕易相信他人 如果有懷疑 其實可以與警方聯絡 接下來想講講的是勒索 2015年錄得1,366宗的勒索案 增加了481宗 升了54.4% 這麼大的升幅 都是來自裸療 裸療的案件 由2014年的638宗 升至2015年的1,098宗 升幅達到七成二 這些案件的事敗率大約都是七成 損失的金額共350萬 升了52% 由500元至189,000元不等 此外 涉及發放大量的訊息 來癱瘓電腦或者網站的分散式阻斷服務攻擊 有關的勒索案件有20宗 是較2014年的1宗多了19宗 升幅值得關注 去年被勒索的軍系商業機構 包括有金銀業的貿易公司、銀行、證券公司、電訊公司等等 犯案人會透過即時的通訊 或者是電郵向公司勒索 否則是作出攻擊 亦都有公司是發現自己的網站被攻擊之後 才被勒索的 20宗的案件 只有一家公司是蒙受損失 是涉及大約六萬元的 去年成立的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學下的 網絡安全中心 會在24小時監察重要基礎設施的資訊系統 的網絡數據流量 從而及早發現可以有網絡攻擊的出現 並且通知有關機構作出即時應對 另外我們也會向不同業界宣揚網絡保安的意識 提供保安的建議 鼓勵各個機構強化自己保安保護資訊系統的安全能力 減低被攻擊的機會 裸撩和分散式阻斷服務攻擊的勒索案 都不只是香港獨有 亞洲和世界各地都面臨同樣的挑戰 因此我們在國際間也有共同的需要去合作打擊 國際刑警是專責統籌打擊跨境科技罪案的全球創新中心 在去年在新加坡成立 警方也派員駐守在當地 我們也會積極借助這個平台 和世界各地的執法機構加強警務協作和交流 共同打敵 例如好像裸撩和分散式阻斷服務攻擊 這類型的科技罪案 接下來我想說的是三合會相關罪案 2015年共是錄得1812宗的三合會罪案 上升了169宗 升幅是半至10.3 共拘捕是2861人 上升了593人 升幅是半至26.1 有關的升幅主要是因為年內 在警方進行了一個大型的粵港澳三地聯手的雷霆十五行動 和其他多個打擊三合會的行動有關 三合會的罪案 整體罪案2.7% 與2014年的2.4% 輕微上升了0.3% 主要是涉及的案件包括傷人和嚴重毆打 以及一些非法會社的罪行 因三合會罪行而被捕的青少年 共有1027人 上升百分之17.2% 當中有268人是學生 升了26人 升幅百分之10.7% 被捕青少年和學生人數 須有所上升 但他的升幅都是低於 因為三合會而被捕的整體人數的升幅 而他們分別所佔的被捕三合會人士 是三乘六和約一乘 較2014年的三乘九和一乘一 都是有所減少的 三百分之11 是 三百分之12